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法回答 对 但是我可以代表你回答 你不认识你 应该反问黄绝 是是是 那你爱他呢 我爱他 打赏 我没理他就好 好 那个接下来 就是刚才看你和黄绝频频交流 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 两个人在现场有这么多话说 黄绝的频频交流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频频交流 只不过大家没发现而已 对 然后 是说你在你那个有仙男仙女的那个 仙境的地方和黄绝有一段故事吗 就你这个 你这个给我们下套 因为我觉得我跟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故事 包括黄绝 我觉得其实人跟人相处 他就是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然后那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爱他们 爱黄绝 爱杜家义 爱王老师 爱佳佳 就每一个人的那个爱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感受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喜欢拍电影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我每个戏下来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感情 是一直不会放掉的 然后虽然经历了那么久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可以 非常的美好的携手 往下走后面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 那现在可以问一下黄绝 就现在和冰冰生活的时候 也是好朋友了 对 没事打个电话 发个转信什么的 虽然他比较气管言 对 黄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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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来了 这也没办法 但是还是经常我们会 集体出来吃吃饭 聊聊天这样子 就也会带上那个气管言 这个得让导演回答 我现在不说了 我学聪明了 呵呵呵